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制作一个高层的住宅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设计师给我们提供的CED图纸 只有一张标准层的平面 在这里他没有为我们提供建筑的立面图 所以在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用标准层平面 来完成一个高层的住宅 在这里我们会学习到一些平面的建模法 在上一节课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一些 在这节课我们会全部用我们的平面建模法 来完成这一个住宅 通过一个标准层的图纸来完成我们的整个高层的建筑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的就是要必须看清我们的图纸 在看清图纸的这里我们要了解图纸的每一个部分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构 首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图纸的一个大体入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高层住宅 它的标准层左右是对称的 以中间这根线为轴心 它的左右是对称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二分之一 有一些怎样的结构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在这里是一个推拉门 所以我们能推断 紫红色的这一圈是阳台 然后往左边一点是一个屏窗的位置 再往 再往左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画的是一个飘窗 因为窗台是向外凸的 所以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飘窗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小窗户 这种一般是我们卫生间的窗户 然后再往上看 同样的在这边是我们的飘窗 然后再往里转进来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门的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紫红色的应该是阳台 这里是有栏杆的位置 然后这里有窗户 再往这边走 同样的有窗户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楼梯间 然后我们再来看瓶窗 两个小的瓶窗 然后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飘窗 看完飘窗之后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位置 这个地方一般是放我们的空调外击 它会有一些摆页 然后再来看这个位置 同样的和刚刚前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推拉门 推拉门的外面肯定是阳台 然后看到飘窗 飘窗 平窗 这里同样的是飘窗的位置 有两个 在这边结构都差不多 有一个飘窗 然后有我们的阳台 这就是我们建筑 二分之一的图纸 所表达出来的一些造型 和一些结构 看清楚了图纸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 CAD图纸整理一下 然后直接导入我们的 max软件 在这里我就不对 CAD的整理做过多的演示了 因为之前的课程里我已经有详细的演示过了 然后这边是我已经将我们整理好的CAD 进行了导入 导入之后同样的选中物体 对它进行层组 然后对它归零的处理 同样的对它进行层的管理 添加到新建好的层就可以了 对它进行一个冻结的处理 然后将其余空层进行删除 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 在这里我们要通过对一个标准层CAD的制作 最后来完成一个住宅的模型 首先我们要对建筑的比例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我们常住的住宅的层高 在这里住宅的层高一般会控制到2米8到3米之间 然后就是一些阳台上门的大小 在这里门的宽度已经有了 它的高度我们会根据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比列来进行制作 比如门的高度会控制到2米1到2米2左右 然后就是阳台的栏杆 阳台的栏杆在高层住宅的制作规范上 我们的阳台栏杆一般会控制到1米1左右的高度 然后就是我们的飘窗和平窗 它跟墙体的一些比列关系 有了这一部分了解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我们的CD进行建模处理 最后来完成我们的高层住宅的模型 在这里我们只用键标准层的1分之1 然后层主往右直接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绘制模型 首先选择创建 选择 矩形 我们从这个阳台开始入手 首先我们来绘制它的墙体 选择1分之1的位置开始 我们可以住到 挤出2米8的层高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更改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命名墙体 因为它现在没有立面的标注 所以我们的材质就先根据我们自己的习惯来进行添加 有了两侧的墙体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绘制它的门和它的上下的一些墙体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绘制一个下面的墙体 下面的墙体我们之前说过 它会比我们的楼板高出50 在这里我们的楼板可以做到200 所以这个墙比我们的楼板还要高出50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下面的墙 我们可以直接做到250的高度 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然后在这里更改它的高度 改到250 然后我们来放一下 挤出一下它的墙体厚度 可能是240 在这里我们来放一下位置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墙体的厚度是200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门 在这里我们将门的高度控制到2米1 我们先绘制一下 然后来进行一下更改 在这里我们将门的高度更改为2米1 有了门的位置之后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同样的我们先要将它的门框进行处理 先将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顶视图 在这边它是由三扇门进行绘制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来绘制三个门就可以了 我们在做的时候控制一下它们之间的间隔笔列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选择方形 同样的还是更改为50 50 调整一下它的点的位置 将光滑组进行取消 然后将它对齐于我们墙体的中心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上面的这一面墙体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了 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墙体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200的厚度 同样的让它对齐于旁边的墙体中心就可以了 然后来更改墙体的颜色 再来给窗框 窗框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绘制一项玻璃 然后绘制一项玻璃 更改一下材质 更改一下材质 这样我们的正面墙体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进行一下观察 当我们对建筑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 其实很快的我们就能将我们的建筑的一些笔列进行推算 就能制作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前面的这一块阳台 在做阳台的时候 首先我们来绘制我们的阳台板 在这里直接进行绘制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阳台板的厚度可以做到 嗯 150或者200都行 或是100都可以 然后让它比我们的门 要低50 先让它们对齐 然后在Y轴上 下降50 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一般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阳台的外延 都有一圈装饰的线条 有时候这一圈线条还会有一些造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一点的 同样的在顶视图上来进行绘制 一般这一圈装饰的线条会根据它造型的不同 它的厚度也有所不同 平时我们可以做到350到400 它有一些特殊的造型 会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厚度的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挤一个四板 让它们中心点对齐 或是让它们 往上 让我们的阳台板 放在它们的中间 都可以 让它有一个进退的关系 对它更改一下材质的颜色 有了这一圈装饰的线条之后 然后我们要来绘制一下它的栏杆 在这里栏杆的做法有很多种 有玻璃的 也有我们平时看到的铁翼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玻璃的 同样的来进行勾线 在这边 捕捉不到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捕捉到下面的点 然后对它进行点的调整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在这里调整一下 然后对它进行一下位置的摆放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往上升 这里直接可以输入1米1 因为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高度 所以在升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上升到1米就可以了 往下再复制一根 然后我们再为它绘制一些立柱 然后我们再为它绘制一些立柱 好 好 起来